多部救護車奉召到場 有傷者倒臥在地面 事發在星期五下午1點多 戒款車在荃灣西站A1出口對開的大河道 失控撞斷路邊的欄杆之後 再鏟上行人路 兩個旅途人被撞倒 其中一人被困車底 消防要升起戒款車救出被困的傷者 有持槍警員在戒款車周圍戒備 其中一個29歲傷者面部和手腳拆傷 另一個32歲傷者面部受傷 兩個人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送院的時候清醒